这是室外种的番茄 是不是长得非常好看 但是我们如果用全景大景拍了以后 就不好看了 长得很差 看一下是不是 病斑 还有这个明显是上了病毒了 得了病毒病了 这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不建议我们朋友们 在室外去种这个番茄 尤其是夏天 即便你夏天去种番茄在室外 你建议还是用东西给它 塑料薄膜或者是方冲去照一下 看到冲一点了没有 到处都是冲一点 你看这个是不是 都是虫眼 你看这番茄 包括地上扔的番茄 这都是损坏的 这个室外种植以后 你人为的不能去有效的 通过物理的方法 防止病害虫害的发生 就会造成你这个没有必要的损失 你看这番茄基本上到快成熟的时候 都已经开始出现裂果了 每个番茄都是 你看 是不是 所以室外种番茄 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个番茄 这个感染的病毒病更厉害 搞种植一定是科学种植 不能偏听偏信 认为大盆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室外东西像这种番茄 如果你不大量的用药的话 你就长不成 如果你想长成 你只能大量的用药 用药的情况下 看是不是都有农药残留会严重超标 是不是